中国大陆突然禁止进口台湾联雾及世家 让农委会又气又傻眼 扬言若对岸9月底前不恢复对话机制 就会向WTO提起诉讼 不过就有网友翻出6月的这件事 今年6月时台湾一批芒果和荔枝运敌纽西兰后 被发现有果实营幼虫 遭纽西兰下令暂停入境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却说 尊重进口国处理 这让底下网友炸锅了 大酸绿色执政出示都中共的错 陈吉仲只有政治正确 没有专业被骂到的本人亲自回应 强调和纽西兰事先讲好游戏规则了 而对岸却是没尊重国际监队 借壳虫的处理程序就禁止喊停 而农委会也爆出陆方不沟通 已经好一阵子 还记得今年二月 大陆禁止进口我国凤梨吗 农委会表示在那之后 有八度要求要进行技术性协商 但是都遭到陆方已读不回 据了解要告上WTO 不止耗时酒 我国禁止进口的大陆农产品 还比较多 也有人提出解放外销到日本呢 但对日本人来说 室家这个邻村啊 应该是在日本人来讲的话很陌生的 您之前还住在日本的时候有看过吗 没有 看来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还是得靠台路双方敞开沟通大门 TVB新闻王兴唐离婷台北下方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